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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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剛才一聽完沛沛的分享 我第一個問Samson 其實我們可不可以直到Q&A 因為大家和我一樣 應該都會有很多問題想問 也有很多啟發 所以我都會盡量短一點 讓大家和我一樣 可以多些問題問 大家好 我是Sarah 還聽完很好聽的國語之後 今天我們有個很重要的同事 Saphethy 我們經常討論 為何我們常用國語寫字 這麼漂亮 為何一寫中文和廣東話 就差了一點 我也希望大家不會覺得 落差太大 在文字上 但是要多謝Math School和Samson 邀請今次來這個分享 因為我們自己團隊 9月的時候都去了台北 可惜那次佩佩在馬祖 所以我們沒有機會親身見面 但是我們也有去參觀過他們的一些項目 所以的確是一個很吸引的經驗 不好意思 我還有少許吸引 我想現場應該也有很多人吸引 所以大家是否立即打開 在呼應社區魅力這個題 Helen很早前已經給了我們 而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很有趣的 因為第一 我會想 其實社區的魅力在哪裡 而第二 我會想 其實我們在做的事情 是否去呼應它 所以在我準備這個分享的時候 我主要選了兩個項目 也因為Samson說不用準時 所以我就想說多些背後的細節給大家聽 好 但是一開始 也要多給一點背景 可能本身不認識我 或者不認識One Byte的朋友 我也想借機賣一點廣告 因為剛才佩佩也有提到馬祖藝術節 其實同樣 Samson剛才提到 現在在西貢海 是在做西貢海藝術節 所以剛才佩佩提到 其實去找藝術家 作為一個香港第一次 在西貢海三年的藝術節 其實每一年我們找藝術家的方法 其實跟剛才佩佩的講 其實是很相似的 究竟第一年 你找些什麼人 開始進入這個社區 以至其實一年一年裡面 可以怎樣去轉變 其實都是我們團隊在學習的 是的 那我就不會說很多細節 因為我期望你們去完之後 可以掛給我聽 因為如果你們留意到 我們第一年保留的作品 而是我們第二年身家的作品 我相信你們就會感受到 我們剛才說過 在一個藝術策展 以至是怎樣去令到藝術家 可以跟在地有一個聯繫 應該會感受到的 是的 所以我們團隊 就由不同的設計師 也有很多不同的城市研究的朋友 一起組成的 所以我們的項目 就有很多元化的 近這兩年 我經常都聽到有人問我 尤其是Helen 每次都找到我 說Sara 你是不是很忙 你一定是很忙 每個人都問我是不是很忙 那我就思考了很久 嗯 我身邊的朋友也很忙 為什麼每個人都問我 然後就發覺 其實只是因為我們都選擇了 做一些有公共性的項目 是的 因為由我本學 如果是由建築 或者室內設計 其實可能我們很多時候的選擇 會是由一些 我們叫做私人的空間 開始的 無論是建築 或者一些室內設計 是的 只是我們團隊選擇了 希望可以盡量把空間 帶回到公眾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 喜歡做的一些項目類別 是的 所以我們一直做project 或者我們去做不同的 initiative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個想法 就是 其實我們很想聯繫不同的人 是的 所以今天帶來的兩個project 都是我近這五年裡 我自己最喜歡的兩個project 是的 不過認識我的人 你應該都知道 其實我很多project 我也很喜歡 是的 但是這兩個 是我希望深入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的 因為的確做空間 一點都不難 但是做地方 其實這件事很難 是的 所以究竟一個地方 如果沒有人 沒有了一個p字在前面 其實它就不會是一個地方 是的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 希望去 approach 不同項目的時候 的一個想法 是的 我一開始之前 就想帶點東西給大家 因為可能 大家未必知道 為什麼叫做one bite 可能 連Math和 Samson應該都不知道 首先我不喜歡自己的名字 所以我們不會用自己的名字 來做設計公司的名字 但是我們就經常思考 其實很多時候設計 不只是你創造了些什麼給別人 而是他們感受到些什麼 所以我們叫做one bite 就是希望用我們的設計 或者我們的方法 令到大家和我們吃一口 當你吃一口之後 可能你就會喜歡了 而你可以慢慢吃下去 是的 這就是我們叫做one bite的一個能力法 也都是因為這樣 當我們去思考社區營造 或者地方營造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很喜歡用這個 好像跟食物有關 其實也可能因為叫做one bite 之後 每個人都覺得我們是做食物 所以我們就有很多的方法 其實都是跟食物有關 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們的角色 是的 究竟我們的角色是一個設計社 是一個促成者 還是其實我們只是一落 是的 因為我們覺得一個社區裡面 其實一個很重要 或者我很喜歡的步驟 就是好像一個正在焗食物的步驟 因為焗食物有些很重要 有些步驟你不可以錯過的 例如你一定要審好 令到那個土地或者土壤 有足夠的養分開始延伸一些東西 但同時間 你最重要就是要搓一下 一些人怎樣想 因為一開始的東西會硬滑滑 你就要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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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發酵完之後 其實我們怎樣可以用柔軟的手 把一些不同的想法放進去呢 是的 而焗食物呢 我會叫做一個 共創的一個過程 而至最後 很多時候最開心 就是當你離開了地點 如果那件事是延伸到 而你能聽到社區 自己去祝福那件事呢 就是我們希望這個麵包烤完的一刻 這個就是 我不可以說我們全部的項目都會做到 但這是一個願景 很多時候我會希望用這個步驟 給不同的持份者聽 其實我們每個人在這個步驟裡 都有一個角色 究竟我們有沒有利用這個角色 還是我們假裝看不到這個角色呢 而我們因為沒有配合過我們的表演 剛才我坐在這裡聽佩佩說的時候 這版是新加上去的 所以你見到這個角色是怪怪的 因為佩佩剛才帶來有 Place Matters Language Matters 以及Culture and History Matters 而其實我們從前年開始 其實我們有一個initiative 叫做Urban Matters 也可能是容易給大家理解 我們去看城市空間 或者一些城市改變時候的想法 這個Urban Matters 是一個由12粒棠 不好意思 會拋得有點噁心 因為用電話拋 我們是配合一些SDG UNSDG的想法 其實我們選了12個 我們覺得在我們的城市生活中 很重要的Matters 其實每一個是代表一個research 也是一些延伸性的initiative 所以在我們去接觸一個議題的時候 除了我們很想認識一個地方 其實我們很想打開跟大家 如何討論這個議題的方法 因為如果純粹是一個設計的角度去想的時候 其實我們永遠都不能夠 可以令到同一個價值 是可以和大家合作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們之後可以在網站上看 這只是希望可以和佩佩的 表演有一點點的關係 我覺得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可能很多時候都知道 什麼是重要的 但是我們是否有去 提升這個重要性呢 好 今天呢 又有正題了 其實我主要想分享兩個項目 就是去說一下 其實我們有沒有能力 或者可不可以在香港 令到空間或者社區 重新和生活去接軌 是的 我想這個是我們 經常思考的問題 也是為什麼我們有時候 設計了一個空間 但是人們不喜歡用 或者他們不會回來 尤其是一些很高級的方向 其實都會影響 大家經常都會不明白 而我們就想知道 其實我們根本就 離開了 或者脫軌了 我們怎樣可以重新和大家接軌呢 有一個第一個 我英文叫做 就叫做 small but meaningful 的一個項目 這個項目 是真的超級小 亦都可能在其他分享裡面 都曾經有說過 但是今天呢 我很希望 因為有台灣的朋友在這裡 其實我會想說多些 背後我們做不到的事情 其實這件事 我們有沒有未來的可能性 是的 而這個地方呢 其實 應該香港的朋友就會認識 所以這張照片是給佩佩看的 是的 就是新奉港 是的 這個項目 或者叫做initiation 就是由新奉港開始的 應該是在1920年的時候 也是剛剛開始有COVID 這個地方呢 一開始就是因為我們收到一個邀請 就說 我們接下來因為在新奉港 附近有一個新的一個 property 那我們就希望跟公眾去聯繫 就說什麼是sustainability 是的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下現在的人 如果說sustainability 1至10分 你覺得你是7分以上認識sustainability 可不可以舉手 咦 10分呢 還是因為你們想舉10分 有沒有人是會舉10分 有些人扭頭 看到希文扭頭 是的 那麼 5分 有沒有人覺得自己是5分 如果1至10分 我也有的 那麼會不會有人覺得是1分 咦 大家是沒有人覺得 我先問問一下 那試試看寬一點 那1至5分 那1至5分 有沒有人覺得自己是1至5分 中間呢 有的 有的 好 OK 那大概就知道了 在場 在這裡 可能很多是常常參加SAMSON 和MAD的專頁 的朋友 我們也不敢說 我們會sustainability 更何況我們在一個很在地的社區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帶了一個很大的疑話 啊 sustainability 我們試過有一個conversation 只是想嘗試問 不如我們 你平時有沒有購買工藥物 然後那個街坊 怎麼看 接著 你又說得對 好 我們回去再研究一下 所以 在中間我們發覺有一個落差 就是我們有一些很大的想法 而我們是應該對社區有想法 但這個想法 其實是未能夠翻證到 或者跟其他人去溝通到 所以當我們去新蒲江去走的時候 我們便會發覺 其實我們想一個可持續的生活 其實它是否真的要這麼大 原來新蒲江呢 我去做這個行動之前 其實我也不太認識新蒲江 而我去之後發覺 原來這個地方很漂亮的 它的漂亮就是 我是很驚訝 就是它有的古樹 以至其實有很多很多的店舖 它都用它自己的方法 令到它們的生活空間 多一些綠色 或者是舒服一點的 所以我們便開始想 不如我們嘗試調轉那個角度 我們既然要用這麼大的想法 去講穩定性 不如我們從每天的生活習慣開始 所以我們便開始了 這個叫做靜蠅圖館的想法 而很神奇地 這個概念是由19年開始 其實就延伸到今天 其實它還未完 所以植物圖書館 其實是用植物作為媒介 其實我們可以聯繫到 什麼人 而從中 怎樣令到大家 一起去改變少少的生活習慣 令到我們多一些綠色 亦都去認識多一些 和環境有關的東西 裡面有幾個很重要的元素 第一個就是植物召集 我們便會問 為何用植物圖書館呢 我們便會想 為何每一個植物都有一個故事 如果大家願意和身邊 有放植物出來的店裡聊天 其實他們會說了很多東西給你聽 我們便會想 其實每個區都有圖書館提書 其實每本植物好像本書一樣 為何我們不可以推動這件事呢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植物圖書館 但它不能借植物 因為你一來就是領養植物 而領養植物的前設就是 那些植物是召集回來的 我相信如果大家賣 的確在香港都是這樣 原來植物都是送的人多於領養的 因為大家要分盤 盤野一生得漂亮 其實你越種得漂亮 你應該是越有能力去捐贈植物 我們便會由社區召集植物 然後我們便會做三件事 第一就是我們叫Adaptive Space 我們從目光開始 我們便會跟不同的店鋪去談 就是我們能否改裝下 你擺植物的位置 或者原來你都喜歡植物 我們不如幫你擺到另一個盆栽 而它是有些功能的 那我們可否開始令到 其實是幫大家罷一條街 我經常覺得這個項目 背後的一個想法 就是你想想一下如果我是一個區 原來每一間店鋪都有一些很特色的植物 但是它之間有少許的統一性 告訴你 我便是深浦江 我便是上華 我便是深水埗 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慢慢可以有一個社區氛圍的方法 第二步就是 這裡有哪位朋友 你會自認你是植物殺手的 可以舉手嗎 我也是 我試過先人獎 我都會死 但我現在已經聰明了 因為另一邊就是 其實我們有一個階段 為什麼我們連種植物都不種 就是因為我怕它會死 而反過來想 其實有沒有人教我 你怎麼種 其實沒有 除了在學校叫你種 小時候叫你種 綠豆 然後量度的芽菜 是多高之外 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邀請了一位 植物達人 來做我們的植物治療師 每位來領養的朋友 其實他要先上植物101 他才可以帶植物走 而同時間 大家就可以報名帶植物來看醫生 我覺得其中一個很驚訝的地方 就是我們當在深浩港的時候 或者每一個地方 通常帶植物來看醫生的人 都不是當區的人 原來喜歡植物的人 其實他真的會願意為了他盆植物 其實是乘乘火車 乘乘巴士去看醫生 而第三個 我們便會借 因為已經有一些 Adapt your space 以及有我們的植物童書館 其實我們便會 不好意思 我們便會有不同的活動 使大家聯繫在一起 而這就是小小的照片 告訴大家 真的可以收集到很多植物 而且本身在社區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點 可能平日我們沒有聯繫 但原來一說植物 可以將它們聯繫在一起 我們便開始打造這些 和店舖一起去談 究竟它需要些甚麼 它想植物是怎樣擺 而我們有沒有辦法 就是剛才所說 將一些可不可以和可慈 做生活有關的小小的句子 放進來 令大家開始看到 而我是第一次有一個活動 或者大家可能都很久沒試過 就是通常和旁邊的人 聊天 要是給女朋友的照片你看 要是給貓貓狗狗的照片你看 要是給小朋友的照片你看 但在這麼久的植物圖書館 我每次看的都是發發躁躁 而就算人們不想來領養植物 他會說 其實我種過芒果樹也很漂亮 我試過有個叔叔說完 這句他就走了 誰知道他轉頭走過來 我找到一張照片 你看我芒果樹 你會發現原來我們只是沒有一起聊 其實原來一聊 喜歡植物的人是有很多 而其實大家是沒有一個空間去聊 而有很多公公婆婆 其實他們種植物真的很厲害 好像我上面那張照片 我其中一張很喜歡 就是大家平日真的沒有機會可以坐下來 他不只是問你最近有什麼需要 而是他會教我們 他會說一次他的露台種了什麼 他每個季節有什麼 最近有什麼花開 而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當他們願意說他種什麼 你就會知道他的家是怎樣 因為他會告訴你 他的家有沒有露台 他的植物是放窗台 有沒有陽光 其實從中 在我們的角度 就是讓我們認識 其實這個區的生活環境 到底是怎樣 而這位朋友 就是自問植物殺手 而他因為上完這個圓圓之後 就領養了植物 右邊就是其中一個 二十四尾的一個店 我們也是幫他做了這個裝置 有兩個很重要的人 也是因為這個項目 令我們聯繫 因為當我們要給植物人 我都會想 每個人都會問 糟糕 我要不要跟你匯報 如果他死了 或者他有病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從深水埗開始 我們會有一位很重要的 深水埗的時候 只有一位 就叫做植物童書管理員 這位管理員 他會一個星期 跟店舖聊三次 首先要看植物有沒有問題 還有自己會喝涼茶 也會有人請他吃東西 其實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連結點 而這個連結點 去到我們之後 再去考慮上環 和第三個字 深水埗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 提升了這個聯繫 而右邊就是 我為什麼說 我們擁有街道 因為我們經常想 一些東西 叫店舖放出去 雖然他們都很緊張 但也有很多店舖 是願意放的 而另一個 我放這兩張照片 很特別 左邊那位是位婆婆 是一個攤檔的同學 那天早上拿了這個植物之後 他就很不開心地走過來 我覺得這盆東西很不美 為什麼是這樣 我可以換嗎 他說 暫時還沒有 不如你再等一會 怎知道 好像過了一個多小時 他突然走過來 我的朋友說 我這盆東西很美 他說 他也想領養 你有沒有 很美 叫你朋友過來 你會發覺 原來就算 在他們自己的社交圈裡面 原來都連繫了一些東西 令到他們不只是談 你喝了茶沒有 今天生意是怎樣 而右手邊 其實是他因為 有了這盆植物 其實平時他已經種植物 但他說他的孫 從來都會幫他手淋水 但是 因為我們加多了一些小裝置 他的孫覺得很有趣 所以形成了一個 他可以和他的孫 一起互動的一些小時間 雖然這些對話 或者那個回應 他不是一些很大的東西 但是我們會覺得 其實一小小一小小 這樣去做下去 其實是否可以去 澄清整個效果 其實是否因為 可以慢慢塑造 這個區的定位 而另外 也是因為用植物 作為媒介 其實我們可以連在當區 一些不同的店 也是現有的店 無論由一個植物地圖 去到不同的店 他們會分享 例如有一些店 我們是給他們香料的 變成他們也可以用那些 餐廳的植物 做他們之後的孫的 所以 由新埔岡 我們去到上環 我們也會開始學習 怎樣去再改變 也是因為那個地方 而去改變那個項目 因為我覺得 今天帶來這兩個項目 都是一個做了超過三年的項目 而我覺得很幸運地 有這類項目 是因為 我們真的可以改變 因為從來一個區 首先我相信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參加台灣的例子 但是台灣的城市空間 以至社群的成熟程度 其實跟香港都很不同 所以甚至在香港 其實上環和新埔岡已經很不同 再下去深水埗的時候 就更加不同 但我稍後會說 所以我們到了上環的時候 我們都是流動植物車 我們只是個河小便 這是個高高商便 待會要介紹一下 大家也可以到下方 暫時可以叫 因為行動很自然 而此車 我只是佔用一條街的一個車位 但這個車位已經可以令我們每次連繫幾十人 也是一個最適合的空間 但去到上環我們就發現 上環原來有植物的人更多 而當我們跟每個人聊天的時候 首先在上環應該吃環是更加熱的 所以很多店舖就不敢放很多東西 但其實他們都已經有植物放了出來 所以一直聊天就發現他們有很多故事 例如如果認識摩洛街的朋友 這一棵樹是摩洛街的一棵很重要的樹 而我以前都只是覺得它應該是最老的那棵樹 但是是因為這個項目 我們跟每位朋友聊天的時候就發現 原來它是在60年前 是由一群印度人種下來的印度像樹 為什麼會知道呢? 首先因為摩洛街的歷史 以前是有很多印度人居住 因為他們很多都在大館上班 而另一邊就是因為現在在這棵樹 下面去做擺檔的婆婆 她就在六歲的時候 就是看著這群印度的朋友 在這裏種這棵樹 所以是因為這樣我們就發現 原來上環真的不好 只是去咖啡廳一個位置 大家各個都額頭 應該都有去上環的咖啡廳了 而我們就因為這樣做了一個植物道上團 這個植物道上團 完全在我們的計劃裏面是沒有的 是因為我們發覺 原來這個是上環這麼正的地方 我會想這個是不是就是上環的魅力 為什麼我們從來都不留意它 所以這個植物道上團 是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活動 我們除了帶大家走外 我們就反而做一些很細微的裝置 希望去吸引大家自己發掘上環 而我們最想做的就是 你要用植物去認識社區 以及我們最想聯繫他們和店 因為其實要是店舖的故事給人認識 其實大家那件事才是優勝的情況 所以在這個我最喜歡左邊就是 原來我們碰住很喜歡這盤植物 但他就經常覺得這盤植物很慘 因為所有人都在他那裡吸煙 然後就放在煙頭 他經常做的就是放在煙頭 所以我們做的就是在旁邊 加了一個煙灰鋼給他 希望大家提醒一下 不如你放煙灰 不如放在這邊 希望可以令植物有少許空間 而另一邊也是因為我們的道想團 我們就再想 其實上環真的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如果我們再聯繫 除了閒之外 我們可不可以開始有不同的社區活動 以及被人自己去探索呢 所以我們就捉了Mouse & Connie 就一起跟大家去創造 一些創造 一起繪畫了我們的上環植物地圖 這個上環植物地圖 一邊就是地圖可以給大家發掘 另一邊就是把不同植物的故事 和他們店舖的故事寫給大家 我今天忘了帶你 但如果你有興趣 你去見山 見山有Copy 大家可以去見山 而這個植物地圖 就是我們和上環的植物圖管理員 用了兩個月的時間 一起去發掘那個地方 而一起去做出來的 而另一邊 尤其是另一邊 我們亦都因為和社區的街坊聯繫 所以他們的故事 亦都可以在他們自己不同的空間 去告訴大家 我們不同的團 都會帶大家看不同的店 亦都可以聯繫店主 去介紹他們的東西 而有一個 我覺得很有趣 如果你今天去太平山街 你仍然會看到這輛車 我們經常都想 我們有一天會退場 我有一天會離開 新蒲崗離開之後 我也覺得很可惜 有一些植物的聯繫 其實是失去了 所以去到上環 我們便會想 我不想只是種滿上環 其實我想種好這個地方 我們有沒有辦法可以試呢 所以當我們過了一系列的 流動植物車之後 其實我們便出現了這個 叫做小鼠在樹蔭下山歌布 是的 那名字為何這麼長呢 因為我們不想像區議員一樣 即是植物節 植物粥 我們覺得這個名字太奇怪了 所以我們便出現了 這個叫小鼠在樹蔭下山歌布 英文叫Plantiful Week 我們便聯繫了不同的店 有些店有展覽 有些店有特別的衣服 幫我們用植物 打造了一系列的書 放在一些咖啡店 或者大家會坐的地方 亦都有一間花店 是特別開班教大家種化的 而另一邊 我們便試了這架 自助的植物交換架 這架車子 其實真的是Ikea 買回來改裝的 不是 我們還在Carroll 買Ikea的東西回來改裝 是的 在裡面最棒的是 到今天 原來仍然有人交換 但當然不同的社區 出現的氛圍和互動性 是很不同的 但是這個呢 這是其中一個 我會在上環這一節 一個我覺得很開心的結果 而另外 亦都怎樣跟其他店去聯繫 一起用不同的空間 去做分享 左邊這間 我真的很想推介它 叫Soul Fresh 除了它的食物很好吃之外 其實Soul Fresh 外面是有一棵檸檬樹的 而它的檸檬樹的重要性是 其實原來它照顧了很多蝴蝶 它是因為這棵樹 所以它照顧了很多蝴蟲 它會把蝴蟲帶回舖裡 用盒子裝著 讓它們成長到 可以飛出來 這樣便會飛走 所以它這裏 是由店主自己拍攝 每一個蝴蟲成長的過程 變成了這一塊剪板 而這些故事 我相信大家就這樣 買一杯拉茄 其實是不會聞到 亦都不會知道的 而另外 除了正常的植物 其實很多野草 都在石區裡見到 我們就可以開始 由植物延伸到 很多不同層次的交流 以及讓我們用一些 新角度去認識它 所以當我們完成上環 其實是同步 我們就開始展開 起深水埗 但是在深水埗裡面 我們就有另一個想法 就是深水埗 我們相信在生活空間上 它的尺寸 或者它的尺度 是可能比上環更小的 我們就突然想 其實在深水埗 我們可否調轉 不再找大家 一起做圖書管理員 我希望可以看看 其實小朋友看深水埗 是怎樣的 所以反而去到深水埗 我們就聯繫了 一班小朋友和他的家長 一起做我們的植物圖書管理員 我們想其實 深水埗是否真的 找不到玩的地方 深水埗是否真的 不夠植物價 究竟可持續生活 和我們的關係是怎樣的 但這個是很有趣的 因為首先小朋友 他們真的很忙 他們忙得 我們又特別挑選暑假 所以中間要連繫他們 其實是比其他區 更加困難的 但是也是因為我們去到深水埗 我們就會聯繫了更加不同的單位 包括有長春社 他們可以給他們的新基地 也和我們一起去做一個 深水埗的植物道場 另外也是因為和小朋友一起 我們就會開始製造 其實是因為想做紀念品給小朋友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 反而是大朋友很喜歡的紀念品 我們已經開始看到 植物圖書 開始有一個演變 因為去到不同區 我們想說的訊息都會不同 但是每一次的一個 植物圖書 其實都真的會吸引很多人來問問題 而中間要介紹 為何擺放這張照片 就是除了有我們的狗之外 有隻狗是很重要的 我們旁邊的這一位Benny 就是我們從第一次開始到現在 他說時間到了 我盡快結束 Benny就是我們最重要的植物治療師 而另一位叫阿龍 他就是由上環的植物圖書館 開始當我們的圖書館 去到深水埗 就成為了我們的植物治療師 他是超級年輕 他跟我說他有16年的種植經驗 但他只有23歲 然後我就說 那是多少歲開始做呢 是的 而也是因為開始發掘到這些獅子 其實令到他們會自己打開他們的對話 而他們和大家的交流 其實才能夠令到這件事繼續走下去 所以現在我們暫時停頓了植物圖書館 但我們接下來都希望會計劃 會繼續會展開這個項目的 原來我講這個項目已經花了我的時間 是嗎? 我先講完 他講教了 是的 不好意思 第二個就是 剛才阿龍有特別提及過 我這個項目叫做 是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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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很多時候 我們很想在社區做一些事情 但當我們越努力去做一些事情 其實我們未必是越回答問題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介紹這個項目 其實我會當它是我的一個學習的機會 就是我如何可以在不同的社區去學習 然後幫助大家把一些需要能力 可以變得可見 這個項目就叫做一屋計劃 一屋計劃就是一個由2017年開始的項目 我們希望一屋計劃可以做到的 其實是一個配對平台 讓大家把一些閒置的空間 可以和一些社區的需要放在一起 為什麼會有這個緣起呢? 其實是由深水埗開始的 而我們從一個urban matters的角度 我們經常都思考 我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其實從來社區中心都是要人 要要人一定是在地上最容易罵到人 但是由於我們太著重我們地下的商業價值 我們就會把所有的社區中心都放在樓上 然後就令到社交工作人員就開始要洗樓 他開始要洗樓 他做的東西又多了 達到的人又少了 還要一些人不管他 其實這件事也挺有趣的 所以當我們遇到深水埗有一個地點 可以讓我們做一些實驗的時候 我們就說第一件事要做 第二件事要是問責任 就開始招呼 我們招呼在深水埗不同的團體 就問他你想做什麼 如果這個空間還要是自由的 你有什麼想做 因為這樣促成了第一次的一惡計劃 而我們那時候也做了一些對比 就是去看究竟我們有的限制空間 和我們需要的社區設施 其實那個gap是有多大 我相信到今天這件事是更加大的 因為我們也開始有不同的急號潮 這件事應該是更加嚴重的 所以我們在這個 通常都是一些只有幾百尺的空間 我們就會將一些社區服務 就要將不同的單位帶來 另外我們會去做一些社區的實驗 也希望令到一些start up 或者一些想改變 認識過社區的一些團體 可以在這裡試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就從深水埗開始 就做了在兩次灣仔 也有一次在香港仔 這些全部都是before COVID的 在COVID的期間 其實是有不同的業主找我們 但實在沒有人想去一個physical space 所以我們就沒有繼續這個項目 直到今年 但今年和之前幾次有一個很不同的事情 就是我們想走前一步 我們想走前一步 我們想走前一步 其實我們每一次只做一個月 我們想拿一些急舖和急舖中間 兩個租之間的急舖的事段 但這次我們想知道 其實有沒有機會 我們可以走前一步 令這件事再走遠一點呢 所以這次我們在這個地點 就是在上環王后大道西一號 這個空間 我們只是用地舖 因為有機會來的話 十個裏面 有九個都問我們有沒有上面 我們就說沒有的 我們只有地舖 只有三百尺 在這個地方 我們想做到四件事 第一 就是我們怎樣去培育 就是怎樣去培育 人和人之間的一些聯繫 或者他們社區之間的關係 然後第二 就是可否去培育一些新的想法 第三 就是我們能否去 去認識到一些 我們叫做unmet needs 或者undiscovered的needs 或者unaddressed needs 希望可以去認識到 最後呢 我們希望能夠達到 這個區的identity 這個是超級難言的一個目標 但是這次做這個項目的時候 其實整個隊伍花了很多時間 去考慮一個架構 或者考慮架構 令到希望這個實驗有更好的效果 這個空間 它是一個超級小 好像很壁的地方 但我覺得它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位置 所以我們是由清潔工 會在這裡做伸展 去到我們會跟街坊做放映會 會邀請文化界的朋友過來 亦都會加插了一些新的 一些新的 小健康的一些活動 或者care tickets的活動 而右邊呢 應該會有很多人 都會有機會認識他社區的朋友 我們也會有車醫的服務 其實為什麼會有超級多的服務呢 是因為我們想告訴社區 其實一個空間呢 我們只是相信每間店 都有它不用它的空間的時候 其實大家是否可以去共享 有某些時間或者空間 我們想做三件事 第一就是kindness hour 開門進來吃飯 二就是well being hour 你進來會有不同的well being 的service 或者新的program 給你 第三就是magic hour 要令到外區的人 一起進來探索一些文化上的交流 裏面呢 有兩件事 我只是想提出 一就是我們叫做talkshop talkshop呢 就是一個一對一的一次性的counseling 而其實在這個社區裏面 尤其是在covid之後 大家都很需要聊天 我們就希望可以帶到這個活動給大家 二呢 真的很多中年人 我們其實都很surprise 我們以為很多是上環上班的年輕人 可能他們會進來 但是原來很少年輕人 但是反而很多中年人 你一說話就會說不停 第二呢 亦都是因為這個program 令我們認識了 就是原來上環 喜歡車東西 或者需要補衣 而是有這樣的經驗的人 原來有很多 是的 亦都是因爲這樣 因爲我們整個 在六個星期裏面 我們是用了130個program 去吸引不同的人 亦都令到我們可以用最短的時間 去知道 哪些受歡迎 哪些不受歡迎 哪些人喜歡些什麽 而他們之間 因爲那些時間很緊迫 原來緊迫的時間 就是反而他們會認識大家 清潔工要過來伸展 怎料遇到 在車衣服的人還沒車完 不如你幫我車上我的衣服 是的 所以就開始了有一些補衣服務 亦都是因爲這樣 令到不同的人聚在一起 會更加多 所以如果今天你再去這個地方 你會再遇到我們有不同的合作者 以及在中間 本身會想說多些 因爲這個項目 而可以延伸的聯繫 到底有些什麽 是的 但我也希望你接下來 可以來上環探訪我們 是的 因爲這個地方 現在應該會有一些新的東西 都跟車衣有關 而我們這個空間 我去完這邊便可以了 那我們就有這個搭檯服務 是的 就是我們希望社區 真的不可以只有社區服務 一個社區的共享空間 其實是應該要有不同的商業 以及文化在裏面 其實才有一個多元性 所以搭檯呢 就是我們特別希望 邀請一些文化 以及其他界別的朋友 一起過來 侵入這個空間 那我們都期望 這個空間 一些新的一些想法 是的 所以最後這版 就是小小的想法 就覺得在這兩個項目裏面 我們的角色應該只是很小 就是其實那個協作性 以及給大家的參與性 是很重要的 還有我自己最喜歡的那隻 是機動性 如果我們遇到有些機會 是可以令到一件事 有它繼續的延伸性 以及不需要那麼匡匡 那就好了 那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 好的 你有了 不要緊 你有了嗎 我求你他們沒有再見